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热门谷快报 本周要来介绍的是代号2313的华通电脑 华通是全球HDI版的龙头企业 主要生产包含一般多层电路板 高密度电路板 高层次板 软板与软硬结合板等产品 印刷电路板是组装电子零件所使用的基板 主要作用是借由印刷电路板所形成的电子线路 将各项电子零组件连结在一起 使其发挥整体功能以达到中继传输的目的 PCB大致可依柔软度及层数来区分 用柔软度来区分可分为硬板及软板 以及软硬板相互结合而成的软硬结合板 用层数来区分可分单层板 双层板 多层板等 华东的PCB板主要应用于手机 平板 笔电 网通 航态等领域 2021年公司产品营收比重为手机板26% PC相关用板23% 软板加软硬板21% 网通板2% 消费性电子5% 航态板占3% SMT打建21% 公司生产基地包含桃园 卢族 大园 大陆汇州 苏州及重庆 由于公司主要生产高阶HDI 主要客户为高阶手机 平板笔电及消费性电子等品牌大厂 每年搭配每系客户的新手机推出而产生氮旺剂效应 虽然PCB厂商多数会受到终端电子产品消费景气需求影响 但华通一直主打高阶产品市场 非一般PCB的红海竞争市场在景气循环中相对占有优势 2018年以前 公司获利大幅受到了终端电子产品的景气需求影响 为求稳定成长 公司开始积极切入不同的应用领域 2019年 随着美系无线蓝牙耳机的兴起 采用软硬结合板 公司为主要供应箱之一 带动公司获利更上一层楼 后续伴随着客户变更设计 将耳机的软硬结合板改为软板加上系统及封装 华通特和客户开始积极切入软板的开发设计与生产 在2020年 软硬结合板的需求遭受冲击的同时 手机正式进入了5G时代 对HDI产能的消耗大增 进而弥补了软硬结合板的损失 让公司得以维持成长 2021年 公司开始积极利用传统PCB产能 切入低轨道卫星供应链 随着低轨道卫星通讯在一些服务商的推动下 相关需求开始陆续放量 为公司带来一盏明灯 2022年 随着软板的发展逐渐上轨道 HDI产品仍旧维持高阶市场的市专 低轨道卫星的需求逐步放量 在利用率 良率 产品组合皆优良的状态下 将带动公司新的一波成长动能 截至2022年8月为止 券商预估今年的获利将高达6元以上 长线来看 华通的软板市场市占能低 但深具空间 HDI位于不可动摇的高阶市场龙头地位 低轨道卫星的发展才刚起飞 后续的成长值得期待 好咯 今天的热门股快报就到这边 对于这个新的单元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如果想听什么热门股介绍 欢迎在下面留言私讯给我们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